種刺 喪騰 聖經理常常用動物來教導我們 起訴我們很多作人的道理 我們來讀一節聖經 在真年三十章二十四節到二十八節 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就了解這個神的意思 地上有四樣小物 卻聖聰明 螞蟻是無粒之類 卻在夏天亦備糧食 沙蕃是軟肉之類 卻在磐石中造房 蝗蟲沒有金王 卻分隊而知 手工用爪 爪子 卻智王公 神創造動物 過重其類 雖然體積小 但是神釋給他們 有這種深層的能力 使節內佛生生的教訓 英國在十七世紀 英國的皇帝叫做 就是查理 查理二世 他撇破逃到這個山洞裡面 他身體疲倦 灰心 絕望 這十五年他在山洞裡看見 幾隻小螞蟻沿著牆壁背後一隻小蟲 這個小蟲比這個螞蟻體積大很多 所以第一次爬上牆壁的時候就倒下來了 幾次都是倒下來 到了十三次 竟然成功將這個小蟲帶上牆上 這十五年 集體查理二世 恢復信心 完成復活的責任 我們再來讀一節聖經 在《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節 我猜你們去 如同陽近日郎情 所以你們要靈僑向所 聖良向歌詞 耶穌告訴我們 所有靈僑跟詭詐的性質 耶穌要我們學習靈僑的部分 歌詞有聖良跟疑伴的性情 但是約師要我們學習歌詞聖良的部分 今天我要講陰 聖經講了四十多次我的陰 我相信神一定 要我們學習 因的特色跟優點 我們再來讀一篇《追者聖經》 《追者聖經》我們應該把它背起來 我們再來讀一次 伊賽亞四十章三十一節 但那等候耶穌的必重新得理 他們如因長次上等 他們奔跑卻不困見 行走卻不疲乏 這是我們很愛的一句聖經 我們引用它 我們唱它 像陰一樣的飛 飛到陰才的上面 免去地上的困難 請問為什麼神要創造陰呢 是不是要我們學習這個陰的優點呢 我們來看看其他的鳥 金絲雀 Canaria 那是很美麗的小鳥 不停地唱歌 不會飛 必須靠人來餵它 它的翅膀沒有力量 我們看看麻雀 麻雀不特別的美麗 他們很滿意 他們很滿意自己的生活 他們常才停在這個電線的竿上 他們特別喜歡偷吃別人的東西 我們再來看看孔雀 皮卡 很美麗 San Diego動物園有很多皮卡 很多 非常漂亮 但是他常常用他的嘴巴來整理他的藝毛 要來炫耀 Show off 他的美麗 他是非常看重自己 神要我們如因長次上騰 他不要我們 製在這個桿裡面 製在這個籠裡面 也不要我們常常站在電線桿上 或是呢 只是來選要我們自己的美麗 我們來看看陰的特色 第一個 第一點我要來講的就是 長次上騰的原因 如因長次上騰 因就是白鳥之王 最有能力 它能夠飛到非常高的地方 大概一萬尺的地方 為什麼他能夠飛到這麼高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他的翅膀有特別的形狀 在美國的陰大部分都是Ball Ego 禿頭的 但是其他的地方就是Gordon Ego 在亞洲或是在歐洲 甚至在北美有Gordon Ego 他們大致是相同的 他們體重大概15磅 每一隻翅膀 每一隻翅膀的長度大概五六尺以上 他們大約有1250個翅膀 每一隻翅膀的尖端 尖端有像這個紙頭的那個形狀 所以牠長開的時候 長開翅膀的時候 牠能夠甚至風流 所以牠能夠長出沸騰 其他的鳥不能 我們再來看看 牠從小就做信念 我們來讀生命記32章11節 又只因擾動草窩 除雲兩次上漲 這舉除雲備在兩翅之上 聖經很早就記載這件事情 當小鷹三個月的時候 體重大概有12磅左右 牠的爸爸的鷹跟媽媽的鷹 就開始做很奇怪的動作 媽媽的鷹用腳 然後用牠的翅膀 然後用牠的翅膀 閃動 所有在這個巢裡面的翅膀 就都飛走了 所以巢裡面只剩下小四隻 所以這個巢就不再成為一個小鷹師傅的地方 所以牠必須站起來 要學習平衡 這時候呢 母鷹又在這個巢上繼續的擾動 但是這個爸爸的鷹再注意看 最後呢 這個母鷹媽媽的鷹 就把這個小鷹推出去潮流外面 牠就自由降落下來 然後牠就用牠的觸板擾動 盡量的要擾動自己能夠停下來 但是當牠要降到地下的時候 這個巴巴的鷹就用兩根翅膀來頂治這個小鷹 接著呢 就一直這樣來訓練 直到 直到這個小鷹能夠自己長出沸騰 沒有其他的鳥 有直齒的訓練小鳥 第三點呢 鷹很奇妙 牠的眼睛愛看太陽 太陽越燦爛 牠的心界又越跳動 牠很愛向太陽的方向來飛 這是牠的特色 這是牠的特色 因愛向這個廣克的空中飛 牠不愛在狹角的地方飛 對 所以 一年 一年 在波斯灣的 叫做 Daisel Stone 美國的F-15 F-15 六斑 以二十六比零戰勝 擊敗對方 我們再來看看現代人的眼睛看什麼 看自己 看自己的身體 看自己的工作 看自己擁有多少東西 當然 也看電視 看自己的成就 看自己有多少錢 如果沒有錢的話 如果沒有錢的話 那就看自己有多少問題 但是有意向的眼睛 如因的基督徒怎麼樣 牠要看什麼 牠要看我的靈 我的靈性 神對我的呼召 要看關心別人的靈魂 愛看神的話 愛積財寶在天上 有席肉平安 盼望信仰愛心 請問你們的眼睛是看什麼 剛才我們所讀的這一節聖經 他說 今天我們基督徒常常靠著自己的能力奔跑勞苦 這不是不好的 但是浪費自己的體育 浪費自己的精神 結果呢也沒有什麼成就 我們必須學習 因等候耶穫法 等候聖靈的工作 當聖靈的風一吹 因為好像上騰的氣流 就會讓我們呼籲到很高的地方 這是陰口愛的地方 我們不要以為等候是愚笨的 是不重要的 等候其實是最重要的 基督徒最困難的事不是站起來 要來侍奉 最困難是等候耶穫法的時間 如果你真正能夠經歷神的能力 你必須要有等候 與愚笨eli嗎 我們等候 NSA到天下過地傳福音 意思不是叫叫他們到處奔跑 叫他們不要離開耶路撒族 你們要等候從天上來的能力 你們領受那能力 就是聖靈的能力 你們才可以出去 没有等候圣灵的能力出去 你是会失败的 今天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要等候 神的时间 在子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 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圣灵能力来帮助我们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句 今天所读的经文 有上个动词 一个是飞 掌刺上腾是飞 奔跑是跑 走路是走 请问这三件事哪一个容易的 哪一个简单呢 当然呢 如果用肉体来讲 小孩子 长大以后开始会走 以后呢会跑 但是他们如果练了那个功夫的话 他们会飞 这是一般的程序 走 跑 然后飞 但是死灵的城市 不是这样 是从飞开始学习 然后奔跑 然后走路 这意思是什么 我们无论做什么 一定要学习 在主的面前来等候 当你的灵 飞到神的宝座面前 那时候你的奔跑 就不困见 你的走路 就不会疲乏 奔跑是工作 每天我们有很多的工作 走路是生活 请问哪一个容易呢 是工作容易 还是生活容易呢 我认为两个都不简单 但是常常生活比工作 更不简单 工作完成 你一天工作 你可能八个小时 可能十个小时 但是你有其他的时间 你可能一礼拜 你工作五天 或是六天 但是你还有其他的时间 你的工作有成就感 但是生活呢 如果是家庭指负的话 生活不简单 每天都没有休息 每天都是重复 昨天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 煮饭 烧菜 料理家庭 照顾小孩 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小时 有时候就会疲倦 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习 学习因的功課 也就是说等候的功課 叫我们在主面前来安静 来等候主 让主来歧视一条 我们应当走的道路 他要赐给我们能够足够的能力 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因还有一个特别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因有两个翅膀 一个就是赞美的翅膀 一边就是祷告的翅膀 因为有这两只翅膀 有祷告跟赞美 我们才能够飞到神宝座的面前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要能灵性成长 长出上腾 我们要赞美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这样我们才会飞到 神的宝座面前 这样我们才奔跑不困倦 左路不疲乏 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荣美的教会 信旺的教会 我们需要敬拜 我们需要赞美 我们需要祷告 第二点就是 长出上腾需要伴侣 单身的因 对选择配偶非常小心 他因的配偶是终身的 他不离婚了 他没有离婚 他知道一旦 恋爱过去的时候 工作就开始 所以 你的女因对选择办理事 非常慎重 他要他的另一半 是一个好的供应者 好的父亲 值得信任 小婴一岁的时候 就开始独立的生活 以后就长出飞腾 找食物建立自己的家 单身男的婴呢 就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一旦发现自己的眼中的情人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飞来飞去 这就是恋爱 好像许多男孩子 都是在你们过去的日子 在寻找你们的配偶的时候 一旦发现自己所爱的女孩子 你们就开始追纳女孩子 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经验 但是幽牧师没有这种经验 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因为我的师母是经过房东太太的介绍 因为我是在房东的家里 有三年之久 他观察 三年他观察 他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好的供应者 就像那个婴一样 值得信任的人 所以他就把 这个人介绍给他最好的朋友 那就是师母的妈妈 所以我认为这 如果你们真的要找到一个 信任者 好的父亲 供应者 如果观察三年 我想是值够的 如果你们需要我为你们观察的话 你告诉我们 三年是值够的 所以因 他求婚的方式 很特别 你的印在空中飞 男的就拼命飞来飞去 有时候在前面 有时候在后面 如果你因喜欢的话 他就跟他飞来飞去 如果不喜欢的话 他就把他赶走 但是呢 你应如何发明呢 来考试这一位伴侣呢 他就 你应呢 就忽然 降下 在地上捡了一根四肢 然后就飞到很高的地方 大概八千尺一万尺的地方 男的就跟着他 然后忽然间呢 他把这个四肢 换下 如果这个男婴 如果没有去捡到的 这个四肢的话 他就把他赶走 如果捡到的话 他就说 这个还可以 他若无其事 继续飞 然后继续做那个动作 但是那个 那个距离就越来越低 如果整个因是成功的话 他就知道 这个是好的父亲 可以信任 可以供应的人 这样疲职相爱 呼唱呼水 奔走天路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 若我们走天路 基督徒这一条路不好走 若是结婚以后 只有一个人是 性质的话 是很难走的 若是另一半 没有同样的看法 有些人 年轻 单身的时候 非常爱主 爱教会 神感动他的话 他就起来侍奉 他说我在这里 请猜拳我 没有if或but 的问题 但是结婚以后呢 若你的另一半 不同意 甚至反对的话 如因长出就非常困难 所以你应要选找一个供应者 保护者 好的父亲 这样他们就一生一世 可以在空中飞翔 所以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 如果是你的 你的话 你要思想两个问题 当然我们已经结婚 我们还是可以思想这个问题 要问你 你的 要问男的两个问题 这个男的是不是可能成为家中死灵的领导者 我们来读一节圣经 是在以福所思 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有没有 我们一起在这 你们做妻子的 当圣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圣服职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治 如果家庭 若是丈夫有很强的属灵的领导 丈夫带领家庭礼拜 有很多属灵的活动 这个丈夫就是家庭的保护者 供应者 是好的伴侣 长出沸腾 两个人一起 比单独一个人更精彩 第二点 这个男的 也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男的爱我是不是如同耶稣爱教会 我们看看一五十五 第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所及 假使妻子的责任是胜负 丈夫的责任是 简单的说就是爱 基督爱教会的爱是什么 是阿嘎培 是牺牲的爱 是无条件的 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 就不会是权威 也不会是专讽 也不是发号施令 就是妻子 夫妻彼此胜负 尊重 我相信比丈夫 只要胜负 更精彩 我也相信 妻子单单只要爱 比这个还更精彩 那现在我要难了呢 要问你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自重外表 超过内在的美 这个第一个问题要问 我们来读彼得前师 第三章 第三节跟第四节 你们不要以外貌的 偏头发 带金事 只要里面有 长城的温柔 安静的心为专事 坐在神面前是极可贵的 彼得所说什么 内在的美 温柔 安静 是永远的 而且越老 越甘甜 这个很多老夫妻 我们相信都知道 但是外面的美 你说扁头发 你到老了 没有头发 你怎么去扁 穿着滑眉的衣服 但是你的形状已经改变了 我不能说老太重重了 戴着金环 玉环 也得不到人的羡慕 另外一个问题 女孩子应该问的是 圣经中的圣服的方向 你要明白圣经中圣服的方向 我们来读 提多诗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 好主教少年夫 爱丈夫爱儿女 谨守尊洁 廖家务 待人有圣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上帝的真理配伏 理想的配偶应该有共同信仰 因为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 甚至来世的观念 影响人生的生活习惯 交友的关系 时间跟金钱的支配 都会受到信仰的影响 特别 女性应该明白 圣经中心 圣服的意义 这不是一个吃亏的问题 也不是第一等 这是神 创造 幸福家庭的难途 你的圣服 难的牺牲的爱 是彼此走天路的同伴 这样两年就可以 长臭飞腾 永不疲倦 第三点我要讲的是 将你的家建立在高次上 我们来读 约伯斯第39章27跟28节 大英上腾在高次塔窝 其事听你的吩咐呢 他自在三年以山峰和兼顾之所为家 这里就讲到 鹰的植窝 植在什么地方呢 在高次 在坚固的地方 他的家植在高地的地方 那地方是最安全 没有人可以到的地方 我们知道 手 很喜欢鸟的蛋 但是呢 手不能到那个高次的地方 猫动物喜欢吃鹰的肉 但是呢 他跑不到那个地方 因为鹰的潮在很高处 而且在隐蔽的地方 没有人亏气 是最安全的 同样 基督徒的房屋必须建立在高次上 不要建立在地面上 因为地面容易受陷害 受破坏 我们必须关心我们的主女 所以我们的房子 必须建立在坚固的地方 不受敌人侵害的地方 使你的儿女得到保护 得到造就 若是你的儿女 常常做坏事 父母必须还神 因为你有没有把自己的房子 建立在坚固的地方 我们知道圣经上 首都嘛 我摩拉 它是一个最后的地方 最悟的地方 是不好的地方 但是罗头将他的家庭建立在他的附近 建立在最悟的所在 他的儿女只有有好的信仰 所以他的儿女没有好的信仰 所以他的儿女没有好的信仰 完全受到 首都嘛 欧摩拉的一个最悟的影响 所以一个家庭很重要 特别是未分的亲人 你们必须将未来的家庭 建立在基督的坚固的场所 以基督为中心 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会保守你的家庭 中国有名的孟子三千 孟子的母亲 这我们都知道 他为了儿女的教育 所谓孟母三千 他搬了三次房子 第一次在市场的旁边 他认为这是不好的 以后搬到坟墓的旁边 天天学习来哭 最后呢 他搬到学校的旁边 环境好 结果儿女 愿意堵死 我们买房子 很重要 不要因为 只是因为那个地方便宜 你就买下来 我们要看我们的环境日和 所以我们要学习鹰鸟 将房子建在高次 将我们的房子分别为圣 让神基督在中间 要有家庭礼拜 这是父母的责任 带领儿女来到神的面前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学习鹰 把自己的家 建立在高次 坚固的地方 最后呢 就是把房子建立在高次上 有一个 我们来读一些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 真年22章第六节 教养儿童使他所当行的道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史珊娜 威斯利 他的丈夫是非常有名 他的丈夫就是 江威斯利 所以 Mesodis就是 江威斯利所建立的 所以这个史珊威斯利 他养育他的孩子 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经济非常困难 他生了19个孩子 9个出生以后就是了 他的大儿子 小时候 不能讲话 史珊 日夜祷告 五岁的时候 他才讲了第一句话 当他家中有更大的困难 他的祷告就更多 因为他把他的家建立在高地上 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神的能力 用祷告来拖置他的家 史珊娜的父亲是牧师 生在英国 他的家有很多的诗 小时候他就开始读 希伯埃斯 希腊文 当然圣经 长大了 以后他就有机会 跟牧师们讨论 神学的问题 13岁 他遇到了 Samuel 威斯利 Samuel以后就成为英国了 因为英国是宗教是国家的 他就成为英国教会的牧师 19岁 史珊娜 嫁给他 他们牧会的第一间教会 在乡下 他的家里 只有一个泥土所做的一间房子 没有钱 是他们经常的问题 你看在19世纪 牧师也是过得非常辛苦的生活 没有钱是他们正常的问题 有一次他们 附来在 为了吃的问题 结果 债务太多 没有办法返 Samuel被抓去关 牧师被抓走了 史珊就用他的结婚戒指 去买食物给孩子吃 八年后他们 到了一个更大的教会 但他们的薪水也多了 但是孩子增加 是勉强可以过生活 但是史珊将他的家建立在高市上 虽然生活辛苦 经济不好 但是史珊是孩子们的老师 他是Homeschooling 那我家的两个 我有八个生子 他都是Homeschooling 三个没有 他叫孩子们拉丁文 希腊 法文 伦理圣经 基督教的伦理行为 他每天 教孩子六个小时 每星期六天 他自己还写了三本诗 史的祷告文 实戒 信仰告白 他教的 教导儿女的目的是什么 要使他们的灵魂夺救 灵魂夺救 就是把你的家建立在高市上 建立在坚固的文座上 除了教导 他还跟每一个儿女 有单独一礼拜 有一个单独一小时的时间 他叫儿女非常 英国 哭的时候不能大声 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吃完 现在孩子 我看 吃东西都没有把它吃完 实战自己每天灵修两个小时 除了教师灵修 还有单独一孩子的时间 加上他未来 未来 经济 他还养了肢 其他的东西 增加涉入 所以呢 他如果有时间的话 他工作 如果他时间需要祷告的话 他就猛头在地上 把他的衣服猛在头上 就开始祷告 祷告就是等候神 就是让你重新独立 因为英国政治的关系 史三娜的先生 丈夫 先免离开家庭 一年 史三娜就开始在礼拜天 下午在他们家做礼拜 史三就读那个讲道的文章 不久就吸引很多人 很快就有几百个人 以后呢 史三常常跟人分享圣经 他丈夫死后 他跟孩子们一起吃 他常常在管场 听他的儿子 Jean Jean Wesley 还有Charlie Wesley 对很多英国的穷人在讲道 人世都是上千人以上 我们知道Charlie Wesley 写了很多的诗歌 写了差不多一千首以上的诗歌 他告诉他们的儿女 一旦他的眼睛闭了 回天家的时候 应该就马上这样施歌 赞美神 史三把他的家庭建立在高地上 开始的时候只是他的家 以后影响附近的人 以后通过Jean Wesley 造成了英国跟美国宗教的复兴 而且他建立了Methodist宗派 Charlie 很多的诗歌 今天我们容然在唱 各位兄弟姐妹 如因长出上等的基督徒 是有条件的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灵魂飞到他的宝座面前 我们要灵修 要思想神的话 要常常祷告 这样我们奔跑不会困窃 走路不会疲乏 如因长出的基督徒需要同伴 需要朋友同样的信仰 坚固的信仰 两个人一起奔走天路 比一个人更精彩 如因长出非等的基督徒 要把他的信仰传给下一代 要把他的家庭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 建立在高出的地方 那是耶稣基督的磐石 以后我 下次我会讲 因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看得远的眼睛 看得非常远 而且喜爱食物 最重要一点是他能够烦恼烦统 从心夺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实在感谢你 今天你将你宝贵的法语 再一次给我们解释清楚 你是爱你而你的神 你是爱我们教会的神 我们感谢你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常常有安静 走路不会批乏 求主帮助我们 夫妻能够有同样的信仰 同行奔着那美好的道路 也求主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家建立在高出 坚固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能够在赞美 在祷告中来迎接神的宝座 我们就要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